种植流年就是最怕遇到这种状况 在我身后这棵树是101品种 这棵树呢老过我 我看应该是30几年树了 但是你看我身后如果你看得到的话 已经是断裂了 我太难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树叶太重的关系 它支撑不了 或者是那个树枝的枝干呢开始腐烂的 所以呢种植流年确实如果你想要矮化它呢 你确实要顾虑到很多东西 包括呢就是会有断枝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矮化了过后呢 断枝的问题会不会减少呢 我们不知道 除非你把产量减少 减少只可能一棵树几十棵流年 那么你就会减少这个断枝的可能性 包括这个树的健康 也不会发生任何断枝的问题 几十年的心血101品种 断枝就断枝 今天才刚刚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太重了可能叶子 像这样子断呢 确实是非常的心疼 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啦 肯定是会遇到的 所以我说了要保持好的心态 你看之前这边也断过了 所以流年呢你说矮化 可不可以呢是一个未知数 也是很多工作要做的 也是很多工作要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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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